江城看着失落的江艳离,心里也想到了大概,怎么?被赶出来了。 我说的什么?魏无羡就是白眼狼,你看,现在证实了吧,你还对人家抱有希望呢? 江艳离,阿诚,你说这些做什么?你现在应该想的,是你的金蛋。 是你怎么撑起云梦僵世?是你,江城,我才是宗主。 我自有打算,不必你操心。我自然会找魏无羡,他既然能帮我一次,就能帮我第二次。 这些,都是他应该做的。江艳离,江城,阿姐,不要让我说第二次。 江艳离看着眼神很利的江城,神情有点恍惚,什么时候阿诚也这样了,对自己不再像以前一般了。 而阿诚也是,清和不敬事,林若云,这江艳离,可真凡人。 照这么看来,哀英,你们结拜那日,江城必来闹场。 林允,没错。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 王璇,只要他敢来闹事,我就敢让他身败名裂。 魏无羡,我与江城已经没有关系了,我也不欠他的,我不会对他手下留情的。 蓝旺鸡,魏英,我陪你。 魏无羡,好。 灭明觉,我在,谁敢闹事,我的霸下也不是吃素的。 灭怀桑,放心吧,无羡,我也在。 毕竟你也是要叫我一声二歌的,魏无羡,行行行,让你占此便宜,让你当歌,灭怀桑,爱。 我本来就比你大,本来就当歌,啥叫我占便宜? 魏无羡,你你你。 哼。 转头,对蓝湛撒娇喊道,蓝湛。 蓝旺鸡心软地抱住魏无羡,随即身上寒气直冒,直逼聂怀桑,聂怀桑感受到阵阵寒气,瑟瑟发抖地继续挑衅道,反正,再怎么样,我就是比你大,就是你哥。 这是事实,魏无羡听完,气呼呼地,直接窝在蓝旺鸡怀里,不打算冒头了,林若云笑了笑,好了好了,爱因阿战你们先回去吧,我有事与怀桑说,魏无羡,蓝旺鸡,是,小师姑,随即两人回访。 林若云,怀桑,我上次与你说的扇子有找到吗? 聂怀桑点点头,从怀中拿出一把扇子,乐呵呵道,若云姐,这是我最喜欢的扇子,好看不? 林若云满意地点点头道,此扇用金玉丝线传成坠,青色玉纱扑扇面,上好的檀香千千古,倘若用素玉手而轻轻展开,便四那仙叠空中来,摇开万数千花香, 甚好,灭怀桑似乎找到了同道中人心喜道,原来若云姐也懂扇子啊,这扇子儿,有风不动无风动,不动无风有风,称得上时当时极品啊。 林若云笑了笑,既然你找到了喜欢的扇子,那我就教你怎么把扇子当武器,灭怀桑,好。 林若云,扇子儿,作为随身携带的哑物,有很强的隐蔽性,观赏性和实用性。 用扇子做武器显得既高雅,又炫酷,而且啊,还能让敌人暂时失去警惕性,不过呢,也只能是第一次哦,第二次就只能靠你自己运用扇子了。 聂怀桑,怀桑知道的,林若云,扇子儿,首先呢,你得运用自如你现在先尝试甩下扇子,聂怀桑将扇子在手上甩了甩,浑身上下透露着书香气息,但是扇子倒成为了装饰品,无法为他所用。 林若云,来,我跟你说,首先是要在手中,用手掌下部,拖住扇子的底,然后用中指和拇指推开扇子。 有一点碾开的感觉,然后是抖用这个动作将扇子打开,同时发出声音,多次经过锻炼之后,手的力气会增加。 同时两个动作的衔接更加流畅,让其他人看不出来是两个动作,再者把扇柄放手心。 大拇指抵住一边,中指抵住另一边,然后一向左,一向右用力一推就打开了,随即啪一声。 手中的扇子力时被甩开,然后呢运用灵力让扇子成为你的一部分,在甩开攻击到别人后还能自保。 若,试试。 聂怀桑,若云姐,我试试,聂怀桑本就聪慧,再加上林若云的细心教导,已经可以将扇子简单地运用自如,但是无法得心应手。 林若云,挺好的,有天赋啊,怀桑,跟我来,林若云将聂怀桑带到清河不敬式的后山,用灵力设置一个结界,将结界内设置关卡,对聂怀桑说,怀桑,这里面有关卡,每一关结束后呢,你都会有奖励。 用的时间越短,奖励越好,看你表现哦,而我要你走到最里面,用扇子将花拿下来交给我,那时候的你会有不一般的蜕变哦,三日后,宴会会开始,能不能参加,能不能给爱英出气,你能不能结拜,就靠你的实力了,三日,足够了,怀桑,我看好你。 灭怀桑冷汗直冒,看着灵力充足的结界,看向一脸笑意的林若云,正打算讨价还价的时候,林若云开口了,怀桑,好好想想,在三日后,你是希望你成为别人的软肋,还是成为别人的依靠? 你不想练刀,那就练你最喜欢的扇子,你应该不希望,那个宠着你惯着你,盼着你好的大哥,对你失望吧。 说完,将一个盒子放到聂怀桑手上道,这个丹药可以助你,要看你的选择咯。 聂怀桑想起了在小时候,两人选字条,一个是刀一个试完,那时候的大哥毫不犹豫选了刀。 把完留给我这个,紧紧小了他三岁的弟弟,自己一直以来有手好闲,其实自己都知道。 很多人看不起我,只有无限是真心对我好的,其他人不过看重的是我身为涅饰二公子的身份罢了,而大哥也是一直护着我。 三日后,是我与无限结拜并为他撑腰的时候,如果我不能自保,那我如何为无限这个弟弟讨回公道? 甚至还会拖累无限与大哥,随即拿起丹药吃了下去,随后正式结界,慎重地拿起扇子,运用起身体里的灵气,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。 林若云看着走进去的聂怀桑表示十分欣慰,我果然没看错人。 林云与王璇走了出来,林云,她果然进去了,王璇,她确实当阿英为智友,是她大哥为最亲的人, 才会这么义无反顾地进去吧。 林若云,我说得没错吧,她是可造制裁,林云,这样,我们也可以搞事了。 王璇,毕竟金家这么算计阿英,这恩不得不报啊。 林若云,如果江城与江艳离没有在宴会上胡搅蛮缠,我会看着阿英与他们之前的情分上手下留情。 如果胡搅蛮缠了,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 三人对事后,分别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。 分工明确,聂明爵看到聂怀桑进去后,也是颇为担心,但是他的刀铃一日没有解决。 自己到时候,如若走火入魔了,怀桑又该如何? 就算无限愿意护着怀桑,但是也无法寸步不离啊,怀桑不洗炼刀。 林姑娘所谓的扇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,如今怀桑进去了,看林姑娘的神情。 怀桑应该会安然无恙的,林若云来到报山,见到报山散人,师父。 报山散人,若云,你回来了。 林若云,师父,严灵师兄和藏色师姐都藏身于。 报山散人须须扶住把守,难以置信,他们,他们都,怎么会? 有查出是什么原因吗? 林若云,有。 严灵师兄的藏身有金家的推手,而藏色师姐的藏身则是江的推手,报山散人。 如何说? 林若云,严灵师兄的藏身地是金家管辖地区。 我还查出,当初严灵师兄发现了现任宗主金光善杀害敌兄上尉,所以遭到报复。 严灵师兄的尸体上有金家弟子的剑法,最深最致命的那倒是金光善的配剑所致。 可以看出,只有有二十位以上的金家子弟围攻严灵师兄。